一般志工揉脊椎站是最重要 那第一个要与肩同宽 也就是第一脚站在肩膀这里平行下来 第二脚站在胯骨上沿这里对过来 所以这样的姿势就是与肩同宽 约列这样的宽度 只要一张开就不容易做出来 那另外还会犯错的 第二个就是很多人站的位置离床太远了 正确的位置是你对过来 就是床沿这样下来刚好对到你的指尖 一般这样就可以 那这样揉对侧绝对没问题 如果有人比如我170公分 有些人比我更高 他觉得好像揉同侧他就会有压力 可以退后一点这个没关系 那如果矮小的人一般这样距离 比我更来的就一定可以做得出来 我示范给大家看 如果这样好 我以床沿 指尖对着床沿 那这样来做 好 直接脚一定要围蹲 那这样就靠过来 整个身体要靠过来 而不是只有身体靠过来 臀部不靠 这样不行 整个要移过来 好 那姿势就变这样 那这是揉对侧 如果揉同侧 这个位置应该也是可以做得出来 还蛮好做的 但是如果要揉身 你只要把这个腿扳开 往外翻 而不能内扒 这样是没有力的 一定是往外撑开 那这样往外撑开就可以进去 如果你感觉这样 好像还有一点压迫感 你可以稍微退后一点 因为同侧的话 可以稍微退后一点 那这个可以 这样就更扎实 所以你自己可以去调整 但不要一开始就站太后面 那所以同侧 它的正确位置可以离床沿一点点 那如果对侧 就以床沿平起 这样一定可以做得出来 也就是如果你看对侧 我要揉身 也不用站太后面 我这样直接就可以揉 但如果这样 就有一点压迫感 感觉我要下去下不去 会被这里顶住 那我们就可以怎么样 稍微后退一点点 就是这里的位置到这里 那就是你退后的位置 就是这样的宽度 那这样就很明确了 也就是你要揉对侧 你就站在床沿 指尖对着床沿 那如果要揉同侧 那你这个的距离 就是你脚要移动的距离 好 那你的脚差不多就移这样 那这样就很容易做了 这样同侧也可以揉得出来 好那一般揉错的大部分会怎么样呢 有时候一开始就站这样 然后这个位置要揉对侧 很显然会很吃力 它会身体就会变这样 然后脚就没办法蹲了 它就站这样 它死死的 它整个身体看起来就平平的 那这个一定是用蛮力 一定用手的力量 所以很多人在揉 你看得出来 他手就非常用力 就变成这样 这样再揉 那正确一定要 如果揉对侧一定要站到这样 距离差了 你看这样 你的手就自然变轻柔了 就没有那种 要想出力的那种感觉了 那这样患者也会比较舒服 好 所以站的位置一定要记得 如果揉对侧 与床沿平齐 如果同侧你感觉 还是有一点压迫感 那就怎么样 稍微退后 从这里退到这里 那顶多也是这个距离 而也不要退到这样 那这个距离应该是 以我的高度应该是这样 那矮的 就不需要退到那么后面 也是随个人去调整 如果站姿站对了 我们开始揉的时候 第一个 右手扶着 那从上背部开始揉下来 所以我们的工具也拿出来 我们的工具 一样用手肘 但掌心向下 好 就放到我们要的位置 然后整个身体就靠过来 那这里的位置 一般有时候会稍微超过90度 是被允许的 反正不能直直的 直直的很难揉 一定有一点斜斜的 往前斜斜的 这样的角度就容易揉了 好 再要注意的就是不要塌胸 塌胸就是这样 不要这样 也不要塌腰 塌腰是这样 这个都不要 就是一定要稍微 胸要拱起来 那要收小腹 好就变成这样的形体 那这个角度一定要特别注意 稍微大于90度 是被允许的 好 我们开始揉 我们按推的方式也是这样 前后 按推也是前后 好 这一手按推完 换另外一手 所以如果角度过大 它大于这样 这样也不行 这样很吃力 同样它这样直直的 也比较难揉 何况有些人这样凹过来 那就更不行了 所以正确的 一定是稍微斜斜的出来 稍微大于90度 好 那这样是最舒服的位置 站好位置之后 那我们工具拿好 第一个用手肘掌心向下 好一手扶着 放下来 那这里要稍微大于90度 然后这样看下来我整个身体移过来之后 这里对过来因为稍微大于90度 是在下巴也不对到胸 好 那这样的角度就可以揉了 不一定要到胸 胸这样就变成很直 不好揉 所以还是有一点出来 那这个对下巴就可以了 那我们站姿站好之后 我们工具拿起来 掌心向下 那以手肘的工具 直接按到我们要的点 从上背部开始揉 那整个身体就靠过来 那这时候这里会稍微大于90度 从上看下来 这里对着是下巴 而没有对到胸 但是从正面看过来的时候 这个时候肘会对胸 如果你这样是错的 肘对肩是错的 那一定身体 还整个身体都要移过来 这移过来之后 这里肘就会对胸 从正面看是肘对胸 但是从上面看下去 这时候的肘 是对着下巴 下巴下面 那这样就可以开始按了